大家好,我是杨豪 经过9十六天的分战 今天我来认真地给你答案 8分吧 对 也是打8分吧 从外表去讨论看一个人 我觉得不如从内在去欣赏他 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我对我的智商 5分 我智商真的只有5分 对 我其实都还蛮平均的 没有一个特别强 或者特别弱的一个环节 看这个当天的造型 然后还要拍摄的内容 所以也没有什么笑好看 还是不笑好看 但是平时我是一种 就第一眼给人哭哭的感觉 好像不太爱笑 但是如果你和我熟起来的过后 其实你发现我还是一个非常 和善和 很有亲和力的人 其实我这个起床完全是靠这个 就是今天到底有没有事情 听音乐 对 我听歌一般偏向于HIPHOP 多一点 最喜欢自己的外号 我现在目前为止 最喜欢这个BKIN 不是说BKIN 它的这个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警示着我 需要比别人做的更多 复述更多 去努力更多这样的一个人 我是四川人 所以我平时比较喜欢吃辣 突然间好像特别想吃家里的菜 这三个人 都不会 是 人家的 最帅的三个人啊 我觉得是 洛洛 浩然 周震南 最疯狂的事情 就是暂时还没有做过 最疯狂的事情 可能是我第一次公演过后 有我的室友 或者是有我的好伙伴 离开的时候 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对我心中 有特别重的一个 这个记忆点 留过一次 留过一次 是第一次于浩然离开的时候 他对我说的那番话 对我影响特别大 两年留过的第一滴泪 我觉得就是一种男人之间 最真情的一种沟通吧 对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 特别炸的一个舞台 或者是有一个非常帅的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作品 也好 以这样的方式上热搜 我觉得是我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也非常开心 今天 我今年最想完成的目标 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 更加意见强大起来 因为我们终究有一日 会成为中国最强男团 谢谢所有支持我的男团创始人们 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谢谢你们在一路风风雨雨中 陪我还走到现在 我会用我的努力 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 你们是值得的 我也是值得的 谢谢 谢谢你 我也是值得的 这是一个团队的 我也是值得的 我也是值得的 你值得的 这一期有点 需要 应此为你 在这一期中心里 就是这个团队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